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是做好的 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78点升50点 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2532点升121点 沪深300指数收报4292点升44点 创业板指数收报2800点升39点 港股行指收报2846点升548点 国企指数收报7168点升210点 科技指数收报4572点升132点 大肆成交1160亿 这位华智嘉宾有Stanley Hello Stanley 你好 大家好 和大家看看市况 看见到今天的市场又好些了 放完价回来 今早港股高开近28点 不过升升下 其实试过开市之后一度转跌 跌了3点左右 就立刻上回来 越升越有 现在收市都保持升势 之余都接近低下收市 看到上回2088点楼上 Stanley 见到内房物馆 赌股 赌股 科网股都有份撒市 尤其是美团 未来的市场是否都不用那么慌张 因为今天都弹了500多点 似乎大家对于今天的升市 好像又突然之间有很多憧憬 好像又觉得 上个星期其实没有人记得市都跌了很多 所以今天其实你严格上 都可以说是一个反弹 但是你说反弹是否真的可以维持得到呢 这个当然是要再观察 还有也要留意 就是说未来这一段的时间 可能一些数据 甚至乎可能你说内地方面 究竟之前大家可能担心的事情 就是那个情况是怎样 所以你只可以说 因为这一下的反弹 是没有前途上 是因为上个星期的时间跌得比较多 就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因为 除了你说在上个星期五的时间 美股又做好了 今天A股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就港股是因为这些因素的支持之下 就让市有比较好 就是好像一些气息 但是即使你说现在 可能真的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那真的你说是否已经松了口气 甚至乎是否可以脱离之前的困局呢 都仍然是要再观察 因为始终一天的反弹 其实又不是很 不可以断言已经是转勢的 而且我相信这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市况仍然会相对比较波动一下的 外围也要留意一下 当然上个星期五的时间 美股都是表现很精神 但是始终他们的数据出来是可以的 你看到他们的数据也可以的 甚至公司的表现又是对板 所以他们那一刻的升 有一些支持 另外就是你看看这些 但问题今个星期的时间 都仍然有很多公司 会络络会出这个业绩了 而且很多都是比较相关注这些科企 所以你预计的业绩表现 甚至于展望 对于市场的气氛 都会有些比较大影响 除此以外 因为你说A股方面 虽然今天真的要做好 但是究竟是否大家上星期担心的 一些内房 一些来人方面的问题 已经可以消除了 这个我也觉得是要再观察的 所以变成市 虽然你只可以说 现在这一刻 就去回之前的环林区间 大概是 接近20,700点 大概是22,500这个环林区间 这个是下方的位置 可能看看未来这一两天的时间 20,700点这个位置 能不能先站稳 你站稳的 当然逐步逐步可能有机会 可能向上一些的上升 但是如果这一旦 站不稳 甚至乎再度截穿 可能20,700点的水平的话 豪市方面还是有机会 可能要再回市到下面这个位置 大概20,700点这个位置的水平 是的 大家看到今天 第一旦就不要直接兴奋着 留意着之后 如何站不站稳 刚才Stan 你说了 这个内房问题 都未必一下子消除 但我看到其实内地好像都开始做事 上星期都说过 其实应该不会看着它死 看到其实都更新 就说其实内地陆续出现了 业主因为楼盘项目延期交付 而停止了还贷 上星期内房就对了下来 因为这宗新闻 但今天就说有个消息就指出 就说银保监会对此高度关注 说会加强和住建部 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同配合 就说会在这个地方 党委政府的领导之下 银行保险机构应该会积极配合 压实企业股东等相关各方的责任 也都会主动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千方百计推动这个保交楼 见到多个涉及停泰风险的楼盘项目 都陆续复工 上星期崖沽的内房物馆止跌 今天弹 碧桂圆弹最多说收市弹到6% 试完上星期跌了三成的碧桂圆服务 今天进行回购都弹到上来 收市弹到6.3% Sandy经常都说内房大了几只不怕买 但现在是否时候 还是要再看一看 既然他今天退月弹得上来的时间 现在这位置就不留住了 当然刚刚 常常都说的 内房本身是内地一个重要的产业支柱 基本上他们的GDP 他们的产业链贡献程是三成的 所以基本上一定会用很多的方法 要保住内房之余 还要保住经济大环境的情况 所以你预计了这件事 很多的政策、措施 都一定会有些动作做的 当然问题是 究竟一组这些措施 能不能够在市场上 算一口气 这个大家可能会再审视 之后的时间 究竟这些措施出来是否真的有用 这个大家要再观察 但只不过 即使你可能说这一段时间 可能你说 真的可能叫做一些政策出来 可能暂时大家叫做审计也好 但不要忘记 整个内房 或者这个版块 今个月或者这一季 其实本身都是一个环幅的高峰期 基本上可以说 有很多的内房 很多特别的 可能有床链状况比较紧的 你今个这几个月的时间 是环幅的高峰期之下 假设最终也有一些违约的事件 尤其投资的气氛 仍然会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版块 现在 只要可以说 他们可能借着这些消息 有些反弄就不出奇 你好像以一只碧桂圆为例 见到它的股价 刚刚你提及到 其实都掉了三成多下来 在上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都挺夸张 一个星期不夸 跌了三成 所以变成 今天有反弹 这条数据 反弹今天来说算多 6% 但同在之前比的话 其实现在的位置的股价 就像是一个低币 所以这一下 究竟是一个超跌后的反弹 还是跌幅是跌小的固定 这下来要再審试一下 但始终刚刚提及到 内房本身 这一季的时间 还有很多的变数存在 而且还要看看 究竟现在内力方面 那些措施是怎样做的 可能纯粹是方向性的东西 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还是有些计划出台 这个可能是后市后的时间 还是大家很关注的情况 所以我仍可以说 现在这一刻 大家有货的话 趁这个反弹都可以考虑一下 减减减网先 但是没有货 像你说的老伯伯这些 他本身就算之前回也好 回不算不太多 22元已經見到一些比較大的支持 這些位置大概現在 大家如果真的沒有貨的話 我又寧願貪心一些 好像之前提及到 如果去過股價 大概21、22元這位置的時間 甚至乎分21元那位置的時間 才再想到未遲 嗯 是的 六八八都是撐回 剛才Stanley所說的那些位置撐 其餘那些就趁今天打一旦 都要想想想 宋榜 另外和Stanley 看了一些郵股 見到今天三桶有回庸 見到鍾石油發賣的那個營起 就說 預期上半年順利 按年增長5至6成 股價今後做都高開超過1% 收市都升到4.3% 見到它說盈利上升 主要是因為公司加大 那個油氣堪探開發力度 推進了這個增儲上產提值增效 加上那些國際油價上漲 原油和天然氣產銷量 按年增長的成本 都繼續得到有效的控制 除了這隻之外 其實見到中海油都升到6% 是最厲害的 三桶有裡面 Stanley 見到其實上個星期 油價都升上來 拜登直接去訪問中東 雖然就未說服到 沙特即時提高原油產量 但美國官員那邊就說 有信心 其實來緊沙特 未來可能將會帶領油組和盟友達成逐步增產的協議 好像有些憧憬在這裏 加上又發了盈氣 中石油 Stanley 油股可以吸納了嗎 現在857出盈氣會不會首選 我可否解釋一下這個情況 公司出盈氣 其實可以說是預了 因為之前的時間 中海油都出了過盈氣 而且本身因為它們出過季績 季績 之前剩下季的時間 表現是OK的 所以你說今季 因為油價雖然在那裏 有些回調也好 但始終還是相對比較高 所以就變成你說 好像中海油 中石油 有盈氣 我覺得市場都有點遇上了 但是對於油價的狀況 我再解釋一下 其實你說 拜登他們去中東 其實談那個油價 其實他們想壓下去 他們想油價 希望在沙特那邊 可以加大一個產出 就令到油價跌下去 但是這次出來的情況就是 談就少談 但是似乎失敗就不要理他 都可能跟他在海頭上說 都很盡量適合 所以變相之下 為什麼油價和油價升呢 最主要應該是金 上星期好像都升了一點 是金又在亞太區時段的時間 又再衝回100元這個位置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股價會這麼OK呢 最主要都是大家覺得原來 可能那個叫做未來的時間 那個叫做有一個供應量 又真的未必會有一個 好像大家私人那麼擔心 去到沙特那邊 要加大一個產出 加大一個產出的時間 需求量 就是那個供應量增加 這個東西 所以當如果這個價格 還有大家 對他來說 經濟狀況似乎是差不多 就是上星期的時間 你見到美國的經濟數據 又OK的時候 都令到油價又上了下來 就是你可以的油價 這一轉是因為 叫做有些利好消息 令到油價上了去 如果油價升的時間 變相之下 中海油和中石油的股價 就一樣會受到這個情況 所以為什麼你見今天時間 就是中海油的升幅呢 為什麼中石油為大 最主要反映這個狀況 而且因為本身 就是中海油 我經常都說的 他之前的時間都說了 最少派7毫子息 而且如果你回到他之前的那個營起 其實如果你用那條數計的話 他就中期 假設當他派那個叫做四成的 派息比率的話 其實已經派差不多7毫子 就是等於他之前的時間 保證那個數 所以只要你下半年 你公司只要叫做那個 再有這麼少的利潤的時間 就是意味著他派息那個數 其實應該是不止吵架 所以就是為什麼他的股價 其實你見 就是當然上個星期 可能都相對比較差一些 但是其實當你那個市場氣氛 一旦好一點的時間 他一定會有一彈的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油價 都還有機會 可能再保證到現在的位置的話 就是意味著中海油 都還是會有個幾乎不錯的利潤 如果這樣算的話 就是按道理 他的股價 應該都還是可以受到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如果本身這一刻有油股的話 其實真的又不怕先拿著貨 還有如果你假設 你說美國的經濟數據 如果出來了 我通常是不差的話 按道理油價 我覺得還有機會有些反彈 再加上 因為中海油市本身 有些叫做 我們說那個叫做 那個色號因素 所以有貨的話 甚至乎現在 10元留下這位置 我覺得都還可以考慮一下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始終都可以看著油價的走勢 看到有少許時間 和Sandy更新一下 425 我看到今天的車股 也有OK 敏實就是做一些汽車零部件 看到她其實今天的消息 就說撤回申請發行人民幣 股份在上海上市 剛才也有跌過 但是收市又升上來 雖然未升百分之0.2 Sandy 這一隻 看到車股也升了很多 這一隻會不會都是 可以考慮一下 也不是升得太多 趁現在 今天有一間行 好像是瑞銀 出了一份報告 都是看好她的前景 最主要都覺得 就是她下半年的時間 這個業務的發展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嚴格上 因為本身她最主要 是有些汽車叫做內飾件 基本上 如果假設一輛車 這些零部件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如果車市真的好一點的話 對於她也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幫助 還有因為近年來的 公司本身都是現在最主打的項目 叫做一些電池箱 就是電池箱 這一份對於她的業務發展 甚至營業各方面的支持 相對會比較大 所以這一隻我都看得挺樂觀 特別是因為這些價本身 暫時看到她也不是那價 就是這一段的時間 反彈也不算是很厲害 所以大家按道理 如果那些是有貨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就拿著她先 其實這些位置 反而又去到這個好像 稅銀的表記 好像28-27元 好像又真的相對比較距離 但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你看著她的24-20元的位置 我覺得動務表記性的機會都頗高 是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款Stanley也挺好的 也很感謝你這麼長順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有這個中海和這個民實的 好 感謝你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